都是六根石 收心 眼睛不往外看了 收回来 耳朵不听外的东西了 收回来 这样的人 外面的境界 不会干扰你 不会障碍 为什么 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心里面有的这些肮脏东西 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之后 外面有的这些六尘境界 绝不放在心上 瞬间 善于 好啊 你要放在身上 你去不了极乐世界 为什么 你的心被染污了 善我都染污了 善 你身善善道 我 你道善我道 在六道里头出不去 所以佛法是敬业 不是善业 敬业 敬业怎么修 断卧修善 不做香 断卧 不做断卧的香 修善 不做修善的香 这就叫敬业 敬业 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 是起作用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啊 比如说 饮食 每天都吃饭 吃饭 这个菜 好吃 喜欢它 那个不好吃 挑剔 这什么 这你就造业了 你统统不得放在心上去了 吃饭管吃饭 绝不放在心上 这人不造业 饭菜 什么都平等的 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啊 不起分别 不起之处 啊 一口一口的饭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修敬业 阿弥陀佛 出世代人 结乎 这最最最难的人事环境 这个人 我喜欢他 那个人我讨厌他 这 往生极乐世界去不了 啊 怎样才能出得了呢 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对于一切众生 都尊敬 啊 都爱护 都像爱自己一样 啊 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啊 不要 严真正的看到他 考虑到轮回 这就前面讲的 大悲心了 啊 大慈 大悲 啊 念念了 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啊 自己真的是万缘放下 万缘放下 不受任务 没有是非善悟 心里头 却不放这个东西 啊 但是你不能不明白 你要连是非善悟都不认识 那你说白痴啊 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什么世界 个个都是高等智慧 啊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如不动 啊 这才是真的成就啊 啊 所以修清净性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 啊 住在这个世界 要把这个世界当做旅馆 不是我的 这世界里头 什么东西 一样东西都不是我的 包括身体都不是我的 你才正放得下了 啊 真正做到 于人无增 于事无求 我 人到无求 品自高 啊 这才是 弥陀的子 这才是 修净土的 行政 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 从现在起 我就真干了 啊 我总知道多少 我就做到多少 我天天在学 天天在加工永恒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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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